中国大陆跟美国这个抗衡的 最大的武器就是中国大陆的市场 对 因为你如果把这个市场通路 把它切断的话 decoupling的话 基本上你就是 你美国产品也没有市场 对 你如果说都cut的话 像现在这个高通就60%以上 对这个60对公司 那是致命的 有的时候10% 20%都已经 都已经非常非常严重 这60 对不对 NVIDIA有20%相当的高 NVIDIA这个失去这20的市场的话 那么它事实上对它的整个营收发展 那是非常大的 所以中国大陆来讲 跟美国抗衡最大的一个武器 就是市场 这个美国基本上的话 它对中国大陆挥出一拳 它必须要考虑到它智商多少 智商的话就是它自己 上市到中国大陆这个市场以后 它要受到多少的损伤 那另外中国大陆最近开始一个新的做法就是反击 对 反击 除了市场 用市场的力量 让美国资难而退之外 另外就是反击 也加根者 然后前一阵子又说这个工业用锡 然后呢 然后还有一系列的这个稀土啊或这些啊 都是可以拿出来跟美国这个叫板来对抗的这些中国大陆手上的杀手舰 所以这个美国人事实上的话他会考虑的 因为这个是很现实的也就是说这个变成这个一个新的局面 那如果中国大陆这个加根者造成尤其像Racing 他们这个雷达方面的这些啊 这个氮化加 氮化加这个好有源相控雷达 那是最重要的一个 最重要的原料之一啊 然后现在还有说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细晶片啊 它已经快到摩尔定利的这个极限了 下一代的是也是氮化加 对 也是氮化加 下一代晶片 那中国大陆关到超车 他把大家的这个通风控制 将来就是中国大陆新一代新一代的这个晶片好 那中国大陆就名列走到前面 所以美国也有一些畏惧 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就是说 NDR的黄仇仁他讲过 他说你今天把中国大陆啊 排除的话 那中国大陆很可能 他就自力更生 对 将来回到这个市场上的时候 第一个他市场 美国公司没有中国大陆市场 那第二个就是 中国大陆在自己的市场里面 培养出来的自己的产品 他到达一定竞争率了 进入到国际市场的话 那就是美国产品 或者是欧美国家产品 最大最大的竞争者 很可能啊 很少千军啊 又跟电动车一样 交易电动车一样 所以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说 大家在赌什么 在赌时间 赌什么 赌谁的气场 我觉得美国这一场 仗打的不是说 他自己不要付代价 他也在付代价 可是基本上 你看他现在 闻 不是闻过则洗 闻中国大陆 有一点经济状况 他则大洗 对 他认为啊 他可能已经见到收获了 我把中国大陆 终于自助了 这看起来不是 看起来不是 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 在很多地方产品突破 而且啊 中国大陆不是 是某一些经济体 他的这个好 他的专长在 限制在某几项 中国大陆事实上的 整个产品工业链 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他提供的很多这些产品啊 事实上啊 都 可以说都是独当一面的 那你今天你华为 说实话 华为你把他打垮了 手机打垮了 你看华为的营收 已经回来了 那一方面中国有强大的 国内市场 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 本来他的市场他就是很分散 所以我是觉得这场战争啊 美国事实上是不会停的 那中国大陆他是 反制措施 第一个中国大陆反制措施 基本上我加折啊 这些慢慢慢慢一步出来 第三个话 中国大陆智力更深 很多就自己 所以这场较量 绝对不是三两个月 更不一两年都不止了 那一定是要 有人单膝跪地以后 再补一圈 要趴下去 这就是西方式的斗争 那问题就是说 中国大陆他得回首啊 就是说 我相信啦 做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啊 那么 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啊 只是不拿出来用而已啊 要拿出来的话 事实上啊 是有很多啊 也可以挥出拳 让美国啊 起码鼻子流血的啊 还是不少 对其实我记得亮哥 曾经讲了一个观点哦 是说中国大陆现在也在盘整说呢 有一些反制的做法 现在比较是主动的 比如说中俄啊 到你阿拉斯加那边去了啊 还有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之前讲的加折啦 或者一些稀土的元素啊 等等的哦 还有包括什么呢 像是英特尔呢 跟以色列的高塔办的 半导体哦 说16号表示 双方沿拟大概54亿美元的收购案呢 其实被临时哦 没有办法批准的这个交易 其实是中国大陆监管的部门哦 巴龙周刊就说呢 大陆用了反托拉斯的流程呢 其实对了 他就因为很负面看待这件事情哦 说因为反托拉斯的审核流程 推进他中国大陆国家的政策野心 但是华尔街日报就说 两家公司啊 在中国大陆年收入 因为都超过了1.17亿的美元 所以呢 他们如果要合并的话 就会有反垄断的审查 然后通信行业专家 上立刚就说 因为啊 你这会对中国大陆产业不利啊 当然不会批啦 我想问一下亮哥 你怎么看中国大陆的一个反制作法 这不是第一次吧 不啦 比如说英特尔就是美国限制嘛 那以色列 以色列我认为对中国大陆 就会有一些弹性 所以我干嘛 比如说上次 我记得好像是NVIDIA还是哪一家 他要收购英国那个Arms嘛 也被阻止了 对不对 那当然不能让你收购啊 那通通都是你美国主导 所以这个就是你有这个权利嘛 那你要施展你的筹码 不过我们还是看下礼拜Ramando去中国谈些什么啦 到时候会看得更清楚 那你觉得他去的话是怎么样 你已经制裁人家700多家了 都不用拿出一点诚意吗 不然你要谈什么 人家凭什么要跟你采购一些有的没的 干嘛买你播音 不然你就是变成第二个月轮啊 大家纯聊天啊 就这样啊 所以你不期待他 对可是问题是时间距离11月越来越近 所以你也不能够播 因为商务部就是制裁中国主要的单位嘛 对 所以你拜登不可能11月都没有失职议题吧 所以他要让步 因为拜登今年看起来对台湾不可能做让步嘛 所以你要 什么东西要来交易啦 我们现在不讲让步了啦 我们现在都叫交易啦 中美现在没有信任可言 这个就不叫让步了 这个叫交易啦 所以恒大这个数字啊 你可以看出来 他发了2021跟2022的年报 今年的10月1号 他本来是要去做所有的债权人的会议 把他好不容易整理好的这个债务重整计划 经过大家的同意 那经过大家同意呢 你在不同的国家 你当然要确定每个国家都能够有同样的适用 这个是美国在 他在做那个Chapter 15 就是这个现在他们所谓去登记的 这个东西呢 是适合原来是联合国所在全世界 希望他的债务能够一致处理的时候的一些规定 那我把他的数字抄了一下 他这次其实恒大呢 是希望他在香港跟他在别的地方 所做的整理能够在美国也适用 就香港跟Kamen还有BVI这些地方所做的 在美国呢也能够受到破产保护 这样子不会在美国有单一的 把他在美国的资产拿去特殊化的处理 那这样他原来所谈的这整个的案子 就会出现问题 因此他们发的这个声明是说 他们这个美元债务呢是受纽约的管辖 所以他们一定要向美国申请 但是他并没有要单独的在美国申请破产 这是两回事他们希望美国能够承认 他们在香港跟BVI的法律体系底下 所做的债务重整的安排 它并不涉及到境外的债务的重整 也不涉及到破产申请 可是你看那些国外的那些媒体就直接写说 它是那个bankruptcy就是用破产这个字 虽然它是在那个破产规定里面的议员 相对的恒大的确是产生了很大问题 好不容易才从它的经济的泥脑中间转为为安 如果你看它新报的这个2021跟2022的营收呢 都是2500亿 2300亿左右 2021年它的经营的这个亏损是1100多亿 到了22年就缩小成433.9亿 就是说它本业这个营建房子啊 这些的亏损已经缩小了 但是它还有大的亏损是什么呢 就是譬如说它再建工程啦 它的土地的重沽啊 它的财务费用啊 这些这个业外的东西呢 在2021年是5724亿 所以加起来就是6800多亿 到了22年呢 那些其他的这些亏损 包括土地的回收啦 非经营的亏损啊所得税啊 加起来也是有个800多亿啊 所以加起来是1258亿 两年加起来是8120亿 它的总资产跟总负债是到了资部抵债 相对的这是碧桂园 在昨天所揭露的 它的新的一个债务从者 你可以看出来啊 它并不是在做破产的保护 它把它欠人的钱 本来到期应该9月12号要偿还呢 它提了一个新的概念 9月2号它剩下的余额是3900 在这边3940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在这不好意思 9月20它剩下39亿的这些余额 那么现在我有几个数字不知道 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在做重整的时候你要怎么做 第一个如果公司很差了 那这个39亿的这个余额呢 一定要去讨论要不要做一个消减 叫做haircut 像恒大呢它就要求25% 减25% 所以只还75% 那碧桂园没有 它就说我还是用这个39亿来还款 那现在我们不知道的是它的这个利息是多少 画了一个问号 但是它就排了一个排成说我每个月还你多少 每年还你多少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它要延三年 第一年它还16% 第二年还15% 然后它把钱放到第三年 还69% 意思是说它第一年第二年它会有流动性的问题 所以它把钱呢放到最后来还 那通常它就要提高比较好的利息 让大家愿意接受 那我这里放了一个它的基本的案子 就是说如果我按照它原来的余额3914 那用原来的利息5.65 直接乘三年的话 它要提供给大家的利息是6亿多 6亿6千7 那如果说你担心大家不同意 它就说我先给每一户10万 然后我增加几个不同的建案来做担保 如果你们还是不放心的话 那它就是要在这边增加它的利息 会从6亿6千7呢提高更多 所以碧桂园会提高给它的这些所有的债务人 更高的利息更多的担保品 然后在一个它可以事先预期告诉你的情况之下呢 全额还款 所以大致上看起来恒大跟碧桂园的问题是不太一样的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